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八堂县 位于川滇藏三省区交界处 金沙江在此由北向南贯川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里别样的自然风光 雪山湖泊草原林地密布 景色那本体有多美了 不过这里的景色不仅美啊 而且还很奇呢 那么奇在何处 在那里有一座山名叫扎金甲博山 这可是一座神山啊 各位据说啊 这个神山上有一个湖 生活在这里的鱼呢 因为常年吸收日经月华呀 已经具有了非凡的灵性 能够听得懂人话了 一喊它 它马上就能过来 这听上去很神奇啊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真是假呢 咱们的考察小组决定去当地调查一番 开了许久的车 大家终于来到了八堂县城 按照往常的惯例 咱们还是决定先向当地人打听打听这事 看来传说不假 那么这个神山到底是什么来路呢 咱们的专家顺着往下打听 当地人接着告诉我们 这座扎金贾伯深山 相传呢 是格斯尔王的化身 稍微介绍一句啊 格斯尔王那是藏族传说当中的一位伟大的人物 他一生降魔驱害 扬善易恶 造福百姓 死了之后呢 还化为神山 继续守护着这里 会听话的鱼的确也存在 他们就生活在神山脚下的一个美丽的湖泊 叫做错谱湖 这个错谱湖啊 常年是旱不甘 烙不易 而湖中的鱼儿 只要人们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呼唤他们 他们就会成群结队的从湖底现身出来 村民说的啥有解释啊 这更加就引起了考察小组的好奇心 哦这鱼还真能喊来 关键这是野生湖泊的鱼啊 你开玩笑 听到这儿大家都坐不住了 那就赶紧去会一会这具有灵性的神山吧 从这儿又开了将近五个小时的车程 队员们看到了一座雄伟陡峻的山地 向导告诉我们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扎金甲博山山 远远望去 在山的脚下的确有一汪碧蓝的湖水 这应该就是村民口中的错谱湖了 没有过多久 科考队就接近了湖边 你来看啊 这里的湖水的清澈透亮 呈现出漂亮的湛蓝色 而水面上还有许多的水鸟在游艺呢 真是一幅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图画呀 但是很快沉浸在美景之中的队员们 就发现了奇怪之处 这个水里边啊 一条鱼也没有啊 看不见呢 没有鱼还谈什么喊鱼啊 这这就是这么回事呢 队员们随即找到一位村民了解起了情况 大爷 现在这个湖里面咱们还能看到鱼吗 还有 还有是吗 他们回去了 也可能回家了 那您带我们去看看有没有鱼好不好 对 那走吧 按照咱们刚刚了解到的 用这样的方法鱼儿就能被喊出来 可是让人很尴尬的是 喊了很长一段时间 水下根本就没有动静 一条鱼都没有来 这个该怎么解释 大叔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次来的时间非常不错 巧现在已经是6点20了 这个鱼呢都已经回家休息了 所以怎么换它都不会再来了 说明天早晨呢 用他们那种方法 呜呜的叫声还能把鱼换过来 其实我根本不相信 人能把这个鱼能叫回来 我们决定明天早晨再来试一试 尽管没抱什么希望 第二天一早 队员们还是再次来到了错谱湖边 那么这一次喊鱼能够成功吗 今天早啊教授 这才八点多 紧接着 一位当地村民便为我们表演起 喊鱼这个神迹来了 就在他发出喊声没多久啊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您怎么这样一叫他们就会来呢 是吧 眼前的场景着实让大家是不敢相信的 为了再一次验证这个事情 对员们决定 亲身来试一试 看来鱼能够听懂人话 此事不假呀 但是这件事情该怎么解释啊 就在大家都困惑不解的时候 我们偶遇一位村民 据他说呀 在当地不仅有神鱼 还有神猪呢 你别误会啊 这个猪不是咱们平时见到的那种猪 也不是野猪 而是一种名叫雪珠子的动物 大妈跟我说呀 他们这有一种叫雪珠子的动物 我不知道雪珠子是什么 但是他说也非常听话 野猪呢 他们一叫呢 就能乖乖出来 哪呢 那里 哎呦 你说那个啊 好像还挺大的一个东西 一个动物 不知道这个雪珠子是什么 我们再往前走 它不跑吗 跑跑跑 天哪 真不跑 近距离观察 这种名叫雪珠子的动物 有着黄褐色的短毛 圆乎乎的 恨太可惧 最让人觉得神奇的是 就算面对着我们的摄像机 它居然也是神情自若 丝毫没有惊慌失措的样子 还在筋筋有味的啃着饼干呢 仔细观察了一番之后 专家辨认出了这个小家伙的真身 它的学名啊 叫做喜马拉雅汉塔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土拨鼠 因为常常站立 面朝雪山 酷似虔诚的信徒 在进行朝拜 因此当地人认为 他们是充满着信仰 充满着灵性的动物 所以自古以来呢 都把他们当作是 志同道合的朋友 从来不伤害他们 并且经常会给他们喂食呢 紧接着我们还了解到 其实不光是汉堂 对待生活在这里的 炎羊啊 黑井鹤等等 这样的动物呢 当地人都十分友好 经常喂食 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 专家豁然开朗 鱼能够被喊来这件骑士啊 他想明白了 那么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下节来揭晓 冒烟山谷 神仙秘境 究竟该如何解释 同一区域 水温却相差甚远 这其中隐藏着什么玄机 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收到考察小组 来到了 炸金贾伯山脚下的 错谱湖 经过一番验证 湖中的鱼儿 真的能够应声而来 那么这究竟该怎么解释 而在观察了 另外一种名叫 雪珠子的神奇动物之后呢 专家心里边 有了答案 专家认为所谓的这个 海鱼传说啊 其实背后的原理非常简单 这就是动物的条件反射嘛 湖中的鱼儿 其实就像是雪珠子一样 听到了声音就以为 有吃的了 所以呢 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 聚集到人的身边 顺着专家的这个提示 我们果然有了发现 的确鱼群聚集之后呢 当地人都会往湖里边投放 簪巴 湖中的鱼儿呢 也都争相抢食啊 看来事情就像是专家说的那样 但是还有一个疑问 没有解开啊 那就是为什么这里的鱼儿 只有听到了呜呜的响声 才会有反应呢 对此万教授认为 应该是这么回事 错谱湖 在当地人心目当中呢 非常之神圣 因此长期以来 藏区百姓都会长途跋涉 来到这里 转湖祈福 人们边走 边吹响法罗 同时将食物抛进湖中 久而久之呢 这里的鱼儿就对那个呜呜的罗声 产生了条件反射 这个长期以往呢 这个不吹海螺的话 那么人家模仿海螺的声音 呜呜声音 他也觉得是要吃 有东西要吃了 所以说这个鱼就过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队员们第一次实验并不成功 第二次却成功了呢 这里边又有什么玄机啊 专家认为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 每次他大概就是上午来吃饱 然后去休息 随着你到下午啊 你就看不到他 讲到这里 关于鱼能被喊来的秘密 就全部都解开了 看上去神奇的自然谜题呢 其实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 最佳的表现 就会有点赞 请不吝点赞 对